今天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我们之前才能谈到的是 中国只要有政策 下面就有一堆人 我要来骗补助 当你要发展半导体 很多公司就讲 我要发展一个半导体公司 我要来骗中央的补助 当你要发展电动车 我就设很多的公司 我要来骗电动车的补助 当然想在台湾怎么可能 可是没想到 这样的状况 在中国真的活生生的发生 而且现在泡沫 一个一个的都引爆了 中国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的力气 它要发展它的电动车 当然它在电动车的这个产业上 也有很好的一个成绩 可是没有想到 下一个最新的数字是 它的车市有八成的车系 竟然退场 由于这八成的车系 它居然做不出东西来 这八成的车系 它竟然无以为继 而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起点汽车 它向各方已经募集了 730亿 730亿竟然到现在 你只有影片 只有广告 它没有做出一台实体的汽车 都很难想象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靠吹的 靠骗的 你竟然不用 做出真正的汽车 你就可以获得 730亿元的补助 那我问的是 在中国这样的现象多吗 而中国现在 还能够允许或支撑 这样的现象 继续发展下去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每一段的手艺当 财经专家黄州寿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每一道 电视报董事长 胡志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上周的 种族病吕国珍 大家好 好 第一位是 资产媒体员林玉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战略专家林天辉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产媒体员山洪之 大家好 所以我先看到一个故事 把我吓傻了 对 一个起点汽车 起点汽车 它已经成立好多年了 这些年来 它向各地方募集到 730亿元 对 730亿元募集来了以后 它居然一台车都没坐牌 一台车都没坐牌 还是继续募集 还是继续骗 骗了以后撑不下去了 它说对不起 我倒变了 我不干了 可以告诉我说 这个起点汽车 在中国不是单一现象 这种起点汽车在中国 比比皆是 现在中国的车市 有八成 跟它一样 退场了 而且人家都说 台湾是诈骗的 但是我跟他讲 中国诈骗的更厉害 而且他们诈骗的 都非常非常高 你刚才讲的是起点汽车 随便就骗到730亿元 这种公司比比皆是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中国在辅助所谓 电动车的这个发展 中央很多钱 所以大家想 中央很多钱的话 我就来骗中央 就让他们企业 纷纷去骗 保险你知道吗 事实上中央有准备 大菜 中央就说 我准备了好几千亿人币 上兆台币 我准备要把中国的电动车 把它砸起来 你说 中国为了辅助这种电动车 丢了几兆台币 对好那事实上 你既然中央政府 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候 好所以你知道 2019年的时候 根据中国的统计数字 中国累计整车的这个注册商 有635家 那成功注册有486家 我们就说有500家 当时要研发的车型 有5827个车型 结果保险到现在为止 中国剩下50家 也就是从原本的500家 变成50家 百分之八九十的都倒闭了 而且车子呢 很多车子 根本就是号称 他们就是有蓝图 然后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样子给你看 然后最多最多 做出一台给你看 但是接下来都没有 都没有了最多 所以他事实上 这些完全都是骗补 所以说那很多 几兆台币 对 都到了口袋去了 所以你看 现在中国是怎样 现在很多车系 现在很多 很多地方的 这个政府的空地上面 停满了大量的电动车 因为都 根本就是作假 里面很多 根本就是只有车壳 没有电池 因为他根本做不出电池 所以我们才看到在中国有很多的空地 很多的空地 停了很多车子 就这么来的 对好 那你知道 不止车市 最近又有很多家 今天有一个新创版的 有一家做半导体被摘牌 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骗补 半导体也是 所以车是一堆 然后半导体也是 那除了什么 还有房市 那大家都说 你干嘛政府在骗 去年不是说要保工楼吗 要保交楼吗 就是说我一定跟交楼 可是目前为止 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完工比例只有三成 所以告诉你什么 中国大陆的根本就是 大家现在在骗 你政府要求我保交楼 我才不管你 反正三成左右 我钱拿到完工还是只有三成 所以显见 中国的经济 为什么会出那么大问题 因为很多都乱砸 很多都被骗走了 所以我们讲说 当中国景气好的时候 但是我的泡沫还可以吹很大 我还可以大家互相的遮掩 互相的吹牛 互相的支持下去 可是现在刚才讲的 他现在六月份的CPI PPI全部都下滑 下滑就在把泡沫破了 泡沫破了以后 就现出原型了 这个中国公布六月CPI 我们真的吓了一跳 他CPI是多少 是零 也就是说他没有通货膨胀 现在全世界 大家要通货膨胀 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他会是零 因为民间消费不振 大家不想买东西 所以通货膨胀是零 那为什么会消费不振 因为大家都觉得 搞不好我买到是假的 搞不好很多都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现在 什么到底是真的 好 另外就是 刚刚讲 这个真的太夸张了 安徽省同龄县的法院公告 刚刚讲到 这家公司叫奇点公司 奇点公司当时的创办人讲说 他要用小米模式 打造中国的特斯拉 而且中国的媒体 还大量的吹捧说 不得了 这是一个未来伟大的一个车器 他向各个地方 收了730亿元的台币 对 就一台车没做出来 一台车就没做出来 他就倒闭了 宝贱这个奇点汽车的创办人 神开眼 我觉得他真的相当厉害 为什么相当厉害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安徽省的 同龄县市的法院公告 就是说这个同龄汽车的 这个奇点汽车的 因为负债累累 然后资金断链之后破产 那好 申请破产 这个声明出来之后 大家完全吓一跳 为什么 宝贱那这个奇点汽车 其实他比现在的魏小礼 都还要更早 他是中国最早叫板特斯拉的 最早 对 他2014年就马上就说 我要叫板特斯拉 而且他说 因为这个神开眼 他有非常好的 这个过去的软体的履历 他在360度 然后包括说 金山软体担任 就是雷军的公司 担任副总裁 所以他当时 跟雷军有交集 所以他当初就募达了 非常多资金 那后来又找了一堆人 他有拿到什么 英特尔资本 还有包括说像 这个光信资本 等等二三十家的 这个融资 非常非常多 然后他说 我要用小米模式 小米模式是什么 就是说我一直不断的出车 然后我用软体更新的方式 来打这个特斯拉 就被想到 几年前过去之后 现在完全证明是一场空 而且我看到的资料是 他获得了11轮的资金投资 就代表 这9年来 陆续继续有11波 对他投资 这11波的投资 获了730亿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就一直不断的吹牛 为什么一直不断的吹牛 你看 他的主要几个 我们就讲联想资信 是联想的公司 英特尔资本 是英特尔的这个公司 还有伊藤中 都来投资他 所以他真的非常厉害 他怎么吹 好 2014年 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2016年 他就说 因为当时中国都没有发布车 他就说 我推出了一台车 叫IS-6 那IS-6来说的话 只有一台IS-6在那个地方 但是呢 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的东西 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 然后他就在那边聊 什么 星辰大海 留我们未来的发展的计划 讲得泱泱沙沙沙的 然后警察说 我们2017年会正式的这个发表 就2017年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有看到奶奶车 奶奶车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这个二三十万的这个价格 然后有上网 可以持续航程的四百公里 大家想说真的还假的 但问题是 他也没有让媒体去试开 那他就反正一台车在那边 他就有一个影片出来 但是没有人看到真正的车 他就PO了一台原型车 PO了一个影片 然后告诉你这个影片说 他的续航可以到四百公里 而且他只要二三十万 就可以买到了 然后怎么骗呢 好 开始买网军 所以当时一堆中国的网路上就说 哇 这个起点汽车是什么 网络网路造车之光 然后当时非常多 然后他就说 我们现在有1500名员工 然后好多个生产基地 然后准备要叫板特斯 所以他一直不断地吹牛 一直不断地吹 所以当时他的确是中国 起点汽车2016年 是中国当时最厉害的 然后今天2018年他就说 我们现在车子还在研发中 但是我们还要发表什么 软体 因为我要走这个小米路线 所以他就说我软体已经开始更新了 等一下 你的车都还没看到 对 车子都还没有影子 你就告诉我 我要从智慧驾驶开始了 对 他说我这商用电动化的平台 未来可以抢进所有的这个状况 好 结果没想到 2019年因为这个骗不下去 这个经过第一次的减资 结果没想到 他居然又找到了一腾中来投资 好 一腾中来投资 你知道2019还可以骗到一腾中 对 好 一腾中投资之后就说 因为我们一腾中投资 所以我们准备要IPO 那IPO你知道我们变成是超级独角 说哇 这个大家更想投资 所以又后来又吸引了一笔 就没想到从2021年就开始出现 什么欠薪300名的这个员工 然后包括说很多都倒闭 还有违约金的这个状况 所以整个目前为止 他还说什么 我要去什么同龄 什么江苏 还有诸州等等的整车厂 要真的这样 但是目前为止 没有人看到车厂 也没有人看到真的车子的生产线 他太厉害了吧 是 你车子做不出来 是 你总而言有工厂 是 工厂也没有 是 你没有工厂 你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车子 是 你还可以骗这么多同胆 所以他现在 因为他就是买了很多 他有所谓销售点 还有总部 就没想到他现在怎么办 总部就已经被卖掉了 总部现在变成什么 以前是这个他们的车子的 这个起点汽车的状况 他是在安徽省这个附近的这个据点 就没想到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星巴克 变星巴克 他已经卖掉 已经破产重整 这个土地已经被卖给了相关的人士 然后相关人士把它改造成星巴克 你看他 因为他的总部盖得很漂亮 所以星巴克把它入股 你看 一个730亿融资 造不出一台车 你看他总部盖得富力堂皇的样子 而且 他的标题是什么 在路上 我们从未停下脚步 应该是说 在造车上 我们从来没有实现 这样一个状况 在路上 我们从来没有停下脚步 对 但是我们真的也没有做出任何一台车 所以你看 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而且你要讲 现在不是只有他 现在中国这种 很多 非常多 我跟你讲 事实上 我们知道 魏小李是现在 唯一幸存的三家公司 这个比较好的 之前还有所谓 新造车的三四利 还有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起点 还有一个热氏 热氏也是造假 这个假药亭 我们都知道说 他这个车子 根本开不出来 另外还有游侠汽车 哇 这也是非常天才 游侠汽车 事实上 这个我们讲到了 当初所谓的魏小李之后 还有汽车三四利 现在完全都挂掉 好那完全都挂掉的时候 你就知道 事实上起点 也是非常厉害 其实我刚才讲到 起点他就说 是个神海影 对不对 然后包括说 他还找了一个黄玉 黄玉也是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就讲 事实上起点 不是只有推出车子 你看这是他车子 从来没有推出车子 另外他还吹这个 二轮 对电动的摩托车 所以他其实产品线非常多 还有这个整车的 这个所谓 这个平板 这个所谓 平面化的这个 软体系统 所以他推得非常多 只是从来没有推过而已 的这个状况 而且是 当我看到神海影的时候 我推他探回官司 我推他的从进 如滔滔江水 他说 为什么叫起点 你知道吗 他说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 宇宙从无到有的那一点 就叫起点 对没错 他是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点 对 所以他真的实现了 从无到有 有的是什么 他的口袋 非常的饱满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就说 你也太厉害 他也骗了730亿 好那除了这个之后 我们刚才讲 不是讲游侠吗 游侠也是另外一个 游侠他也是跟你说 我也要叫板特斯拉 他还说什么 他是PPT造车的事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从头到尾 就是假的 只有看到一个 这个文章上面 他2015年 发表这个发表会 然后就说我们的 我们叫做 概念车叫 游侠X 当初大家看的时候 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仔细看 他跟特斯拉的样子 非常像 所以甚至刚时还有人说 你会不会是只有 买了Model S来做 把你稍微改装 就推出你的车 就推出你的车 他的原始创办人 叫黄修远 黄修远他就讲了非常多 讲了非常多 但是没想到 根本做不出来 就知道黄修远 非常有意思 他在2017年就跑路 因为他真的做不下去 就没想到 居然还有人要买 这个魏俊买的 魏俊买他买下来 变成是第二手 那为什么魏俊买第二手 因为他们可以继续骗 你以为天不下去吗 你知道后来还获得什么 A轮B轮还有B加轮 也有三轮的融资 融资了87亿 87亿你自己说话 也是融资了大概500多亿 然后还有什么新华 新华思路基金 还有南太湖建设 还有格子资产 但因为一直不好 所以后来就破产 破产之后断链 断链之后来 2019年就完全都破产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是邮修 那除了邮修之外 还有什么 那为什么会 还有一家叫 律池 律池也是一谋一样 他也是 我觉得他是什么 他是成立六年了 他也没有坐过车 他也都是有原型车展示给你看 所以我就觉得 哇 看了这些中国的这个故事之后 我想我也好想去中国啊 你只要展示这个 我们看到台湾诈骗 当然台湾诈骗已经非常可恶了 而且台湾诈骗真的 应该要严压惩罚 要好好把他们抓起来 可是你今天看到中国的诈骗 他很为官子 我跟你讲 你看了你也会想买 为什么 也会想投资 绿池汽车 你看原型车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就是说 我们这个新车发表会的时候 有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出席 叫做陈清泉 那陈清泉他就说 他是我们律池研究院的首席顾问 那你要不要投资 所以当然很多人投资啊 那如果投资的话 一开始就很多人 仰霸都去当 对上当 那上当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 2018年就开始有人质疑了 因为他跟意大利公司投资 那合资 就意大利就说 我们收到这个款项 当时就有人 一披露说 他可能有怀疑的这个状况 但是2018年 意大利爆出这个没关系 他2018年后来还拿到 这个江西省九江市政 又拿到钱了 给他钱给他资金 给他土地让他去做 就当然最后还是做不出来 所以你看 看着中国一系列的故事 告诉你什么 中国骗捕啦 或者是真的做不出来 所谓PPT造车 比比皆是的一个情形 而且虽然现在 在中国未来小鹏跟理想 虽然还存活着 你说现在也非常辛苦 因为也都是严重亏损 对没错 我就讲嘛 事实上现在未来 已经亏了578亿 然后理想亏了81亿 然后小鹏亏了366亿 他们其实虽然有坐出车 成绩也还不错 但是都是流血在输出 虽然跟你说 中国搞了那么久的电通车 搞到目前为止 虽然说他市占率有提升 但是目前为止 好像成效也不是非常明显 好董事长 我们讲过很多台湾诈骗的故事 可是 我就看到中国的车器 他为官子 骑电 骗了这个730亿 居然一台车都没坐出来 没有坐出来以后 这是他的总部 总部看 总部上面有一个 在路上 我们从未停下脚步 多么样振奋 多么样的振奋人心 还有 这个骑电 居然引的是 宇宙大爆炸 那个点 搞了半天 我什么车也没坐出来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还可以骗700多亿 在路上 我们从未停下脚步 这个有代表的是电车吗 还是马拉松赛跑 这搞不清楚是干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 其实你要了解到 中国骗术的结构到底是什么 骗术结构 它有一个套路 中国的新闻管制 管制什么 管制政治新闻 财经新闻 它可以买 它可以买 央视也可以买 这家卫星也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这个它 这是未来 它常常未来如不能买 年轻人长得漂漂亮亮 有留美的学历 还有什么包装 你看不懂吗 太大了 14亿人口太多了 然后这个国家里面 有关这种的 这种审查机制 它不会审查 为什么 它是一窝蜂 我们现在搞晶片 全国啪 搞晶片 几十万家搞晶片代工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搞了几十年 搞了一家台积电 他们一年 弄了几十万家出来 最后几十万家 到第二年就不见了 他得卖这个 什么冷气的 卖冰箱的 也去搞晶片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那个华为 可以去养猪 跨业整合 他这怎么不能干 所以中间 这是第一的 第二 最后一个是 怎么会一层中投资 对 你就觉得这个 你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一层中在海外投资 这个事情 一定是非常严肃的 一个事情 你真的相信 是一层中吗 你是假的 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 不太可能是一层中 你说连一层中 这个都是假的 一层中 可能是一层中的 中间的当地的 驻华 一个代表 或是一个华人的干部 对 他们自己出来 干一个什么事情 可是一层中 在这个中国大陆的 转投资转投资 孙公司 或是关系企业出来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他这个骗术的东西 一定有所本 那中国还有什么 可以相信的 中国本来没有什么 可以相信 中国的企业 本来就很小心 所以他 但是你不要忘记 在这种蚂蚁熊兵的攻势 情况之下 他到底有没有把电动车 这个市场 跟这个产业 跟这个供应链 建立起来 真的 真的 建立起来 特斯拉去了 特斯拉去了之后 就建立了一个 整个全球最强的 特斯拉供应链系统 它所有的零配件系统 一系列 整个全部规范建立起来 而且全世界第一名 而且全世界 包括传统的车技 就宾士 BMW 然后这些 Toyota 都要跟着特斯拉 盯着特斯拉后面走 对 所以不能不能说 他没有成就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 有完整的电动车的 供应链的 上下有产业链 这个是 他非常完整 他非常完整 而且他目前的产量 在全世界 跟使用量全世界来讲 第一名 他已经完整了 所以他在这个 在这个 少数人富起来的 基本原则情况之下 多数人是片子里面 他还是能够 产生一个他的产业 人多好办事 人多好办事 就很简单 我讲到最近 最近这两天 德国政府有一个新的规定 德国政府在李强去了之后 他们有个谈判的项目 叫什么项目你知道吗 要中国电动汽车 投资德国的新的谈判跟规定 中国的比亚迪在欧洲 卖的销售量是第一名的 你现在到欧洲 到德国来卖车 对不对 请你来设厂投资 他已经有厂了 他有厂了 他享受到很多地方上的工厂的这些福利 财税的奖励措施 都已经享受到 对不对 可是发现说 你的核心的东西全部放在中国 因为中国劳工比较便宜 他说不行 你要在德国给我投资 要增加我德国劳工的就业率 谈判要求他 最重要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电池 电池要给我投资 你电池要放在德国投资 德国不是傻瓜 不是你来这边呼隆我 你把卖卖车你跑掉了 最后搞两个服务站 悄悄打打 没这回事 德国一项一项地跟他谈判 哪些零配件 一定要在德国生产 好 观众 另外就是 中国现在要牢牢地抓住特斯拉 但是特斯拉 谁可载舟也可复舟 现在特斯拉做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不断地打折 不断地杀价 打折杀价 打折杀价 杀了中国的车企 为什么这一波很多受不了 就是被特斯拉的价格战争都崩掉了 对 特斯拉本来有16家 中国汽车协会说 不要再降价 结果马上又撕毁这个协议 特斯拉7月7号又开始降价 直接现金回馈1.5万台币 而且如果你拿旧车来换新车 还可以再折1.3万台币 等于一口气又折了4万多块台币 如果中国车厂跟着一起杀价 杀价下去的话 恐怕都会被特斯拉一起拖垮 被拖垮 对 因为这个车厂 其实上海车厂是全美国以外 最大的车厂 连厂可以超过100万辆 本来它是要做外销的 所以它效率非常好 45秒就可以坐一辆车 而且成本比中国 中国的成本还要低 结果现在因为拜登的政策 不能外销去美国 因为要求电池要做 所谓的要有国产比例 所以特斯拉干脆因为效率至上 它宣布本来有2万人的车厂 一口气要裁1万人 并且不停地在杀价竞争 把它的产能给填饱 因为它本来要做100多万 可以外销到美国去 现在不行 我还是在中国做 但是我裁掉一半的人 它待遇是很好 超过1万块人民币的月薪 现在要裁1万人 整个让中国的车市 非常的紧张 特斯拉要裁员 要裁50% 你看2万人的车厂 要裁1万人 他还没有宣布 但是要裁15% 这是非常吓人的事情 但是特斯拉还是干了这件事情 接下来它又大降价 让中国的汽车厂 完全都受不了 如果跟着一级降价的话 会死得非常的惨 所以说现在 中国的车市血流成河 对 我们来看这张表 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特斯拉有完整的产业令 所以它的毛利一直维持 在这个地方 那一比较是25% 25%左右 那这个也比较 中国部分嘛 特斯拉还是有28%左右的毛利 理想21% 蔚来16% 小鹏11% 比亚迪很厉害吗 比亚迪才5.26% 为什么 因为特斯拉不断地在杀价竞争 它不是靠车子在赚钱 它靠的是软体跟充电系统 刚才吴董在说的 连兵士都用它的充电系统 还有很多车厂用它的自驾系统 它不是在卖车 它在卖软体 软体可以赚40万 但是没有人会去买中国的软体 所以特斯拉是靠其它的业务在赚钱 结果它一分钟 一秒钟 45秒 造一辆车 它本来在上海产 93天才可以交一辆车 现在变成7天到14天 这代表什么意思 特斯拉产能严重过剩 因为不能外销 车子又坐太快 接下来怎么做什么 裁员跟沙价 把它的产 连特斯拉都产能过剩了 对 因为在中国卖得不好嘛 所以它交车的时间越来越短嘛 本来三十九十几天 三个月 现在变7天到14天 45秒造一辆车 为了效率至上 为了成本至上 我宁可砍价 砍了之后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毛利很高 我赚别的地方 我充电再赚钱 软体再赚钱 中国车厂如果跟它一起杀价去的话 中国车厂就死定了 所以才会血流成河 跟着一起降价化 就是赔到死 而且你还讲到 现在对中国来讲 刚刚讲车市的这个变成 血流成河 比较加非常的凄惨 可是不是只有车市 现在房地产也是 包括所以 我们看到 中国六月的CPI PPI 全部都大幅的下滑 代表 你这个国家 一点买气都没有 这是很可怕的 表示没有人要买东西 而且工厂出厂的价格 还在PPI在往下掉 掉五%左右 是表示所有的厂商 都赔钱在卖东西 赔了掉了又五点多% 所以非常的惨 代表它是 现在是大衰退的状况 大衰退 所以连保交房 所谓的保证可以交屋的房子 现在都交不出来了 我来举一个例 荷兰省的平顶山 有一个叫永基状元的 这个建案非常的漂亮 2013年就盖了 那时候号称是坐北朝南 风水非常好 而且旁边有学校 所以家长如果盖在这里 如果你买这个房子的话 省钱省力省时又省心 因为你旁边就有学校嘛 看起来非常美好的生活 所以2013年就开始 你说这个叫做永基状元府 为什么在状元府 因为旁边有个学校 所以你只要住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家长省心省力省市 又省钱 有幼稚园 又有优质的小学 又有中学 那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学区房 如果能够住进去 当然非常好 结果2013年就开始盖了 这么漂亮的地方 盖不出来 2017年盖了三年 还是盖不出来 结果因为资金链锻炼 马上就开始协商 就进入了所谓的 中国的所谓的保交房 就是政府也介入 然后银行也监管进来 结果2019年说 我可以开始盖了 钱又进来了 签订合约了 还有监管账户 开始动工 本来说2021年 说可以完工了 陆续可以交屋 结果现在又什么 这种保交房也会黄了 完全又变成诈骗 到了2021年10月 这些银行又全部没有钱 资金链又断了 所以保交房变成土地上的伤痕 家长省钱省力省时 十年还是交不出来 连保交房 整个中国的保交房 其实只有30%左右 有办法交得出来 其实有 那70%呢 还是交不出来 等于说有70% 我已经交了 我已经买了房子了 我已经付了头七块了 银行的贷款也都到我的头上了 我每个月还付银行的贷款 结果 你说这些的房子交不出来 如果你2013年交钱的话 你的小孩 今天已经要练大学了 你还是没有等到 那个中学跟小学可以盖完 你等了十年 还是没有盖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保交房 所以中国最近 有一个奇怪事情 就发生了 朱镕基的爱将 楼继委 中国2022年有规定 如果是退休的高层领导人员 是不得妄议中央的 结果他站出 妄议中央 他站出来讲说 中央的政策 消费力取不来 是因为你没有让 农民工落户 然后中国处理这些债务 包括保消房这些债务 你不可以置换债务 就是意思要国家 跟银行去资这个债务 而是应该把这些资产 给卖掉 如果中国继续吃这些债务 恐怕会有更大问题 连他都出来骂 代表中国的问题 非常的大 因为工作的关系 你跟中国有很多的互动 你过去也常常过去 那边开会 可是你现在所了解 他们真的那么惨吗 他们两大最重要的基石 房市跟车市 现在产成这个样子 对 现在是真的非常惨 因为房市还有车市 重点是房市 是他们各省 他们公务员 他们的薪资发放的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源 结果现在房市不行了 他们很多公务员 薪水发不出来 然后外资又撤走了 你说地方政府靠的是 卖土地 做房地产来赚钱 而赚这个钱 我就来付给地方的公务员 如果房地产不好 公务员就没有钱可以领了 现在他们公务员非常惨 那你知道因为最近来讲 有好几个朋友 刚从中国大陆回来 他们都在跟我们讲说 他们房市测试 真的是不行了 那特别是奢侈品不行 你看到最近 比如说不管是 五一的这个长假 或是最近的一些相关的 你在看什么资博烧烤 会那么火红 其实简单一句话 就是这种小确幸 才是他们 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生活模式 那这小确幸是什么意思 你一直烧烤才多少钱而已 他们只会消费这个东西 那那种奢侈品 听说到你这个卖场去的时候 你一讲话就有回音出现了 为什么 没有客人嘛 你比如说卖珠宝的 卖化妆品的 卖什么奢侈品的 完全是没有任何客人 所以现在他们的状况 非常惨的原因是因为 你像这种电动车来讲 新人员车来讲的话 对他们一般小老百姓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 那你如果说 我今天去个景点 去个什么消费来讲 然后买一支烧烤 这对他们来讲是OK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而且现在很奇怪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似乎好像很多 在管制他自己的人民 不准出国 因为最近我到澳洲去的时候 你看到 管制不能出国 在雪梨上 以前照道理讲 都很多中国观光客台队 现在基本上都来自东南亚 或是来自泰国越南的 你去澳洲没看到中国人 当然也有一些中国人 但是比较比喻上 已经变比较少了 那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那么少人出国 而且听说他们 为什么很多人去申请 这个要到海外 到日本去 到欧美去 去观光旅游的时候 那个签证 不是签证 是在护照自己本身来 下不来 下不来 所以一直没办法出境 没办法出去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中国他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扩大内需 把他内部的内需 一直拉上来 因为他现在一直 内需一直拉不上来 要花钱在国内花 要花钱在国内花 你不要到国外去花 但是问题是在国内花 大家怕到了 因为经历了这个 疫情的防 什么风控之后 大家花费比较保守了 那这个保守的情况之下 就变成说 他只花小券性的东西 就不花那个大钱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是我看了 也不可思议是 在河北保定 河北保定以前是 河北的省府 省省省省府所在 可是他说现在 河北保定的公交车 全部停了 河北保定已经穷到 连公车都发不出去了 就刚刚提到的 他们公务员的薪水 来自于这个房地产的 不断的炒作之后 或者是投资开发 等等之类的 那因为你有画地开发之后 有建商过来 他们自动会 进行这个交易之后 那他们政府就有 这个相关的资金了 那中央不会替政府 地方政府去筹这个资金 所以你看地方的 这些相关的 社会福利政策也好 公交车也好 交通运输也好 或是说刚提到公务员的薪水也好 全部都已经卡住了 卡住的原因是因为 而且你看到 各个地方都负债累累嘛 负债累累 中央也不替他帮忙还 但是中央又有政策 你要去执行 之前我们提到那个风控 你要做核酸检测 要核酸检测 要地方自己花钱 中央也不补助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他就是恶性循环 不到恶性循环循环 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局面了 在2014年9月14号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台北信义区的夜店 有一个警察 他当时穿便衣 被一群人叫做殴打 殴打致死 当然觉得这件事情 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 其中有一个人叫易宝红 他虽然他可以到了外溢间 他说你是重刑犯的 你犯了这么重要的罪 你怎么可以去外溢间 当然民党现在在一推二五六 这跟我都没有关系 这修法 我们也支持修法 赶快修法 可是你说不对 因为他为什么可以到外溢间 是因为有人把这门打开 谁把门打开的 民进党打开的 也就是门是你打开的 还有你就在把门打开了 进来要不要审 要审 因为你就在符合资格 能不能到外溢间 民进党还是有决定的权利 结果我也让你进来了 就这件事情闹大了以后 民进党说 拿不起我台 对我们现在讲这个杀警案 发生在什么时候 2014年 2014年在信义区里面的一个夜店 Spark 那个时候呢 有两个附加的一个富二代 去那个地方 结果跟保安发生了意外 发生了推截之后 他说我明天来讨回来 第二天叫了七十几个了 七十几个 叫了七十几个 反正过去就是要闹事 然后刚好薛真国 他那天休假 店家跟他讲 知道这个事情 跟他说 因为他在信义分局 碰碰碰跑去之后 你们在闹什么 薛真国在这个地方 一个人 你看有几个 七十几个 把他活活打死 活活打死 在那里面薛真国有说 我是警察 你不要闹 但是在现场 有人说 好死 结果呢 这个一个 发了一声令下之后 七十几个 把他给打死 而且 他拿那个红龙柱 那个不锈钢的铁柱 把他给打死 对 薛真国被推倒在地之后呢 因为刚好夜店 这个是入口处嘛 入口处 他知道 其实ADD4 在那栋里面 不止一间夜店 所以还有这个红龙柱 把他拉开 有很多人 拿了红龙柱 把他剥了 那个头 怎么可能 受得了红龙柱 所以后来 这些人全部杀完人之后 跑掉了 跑掉之后呢 从上面看 验出来了 有一个叫易宝宏 易宝宏在当时 是什么身份 你知道 可以叫七十几个 这个富二代 叫得到人吗 叫不到 找了竹联邦和堂 所以当天 就有一个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他是其中一个竹联邦和堂 四大天王 里面一个的一个年轻人 结果他到案之后呢 他当初就跑嘛 跑了之后到案 到案之后呢 法官跟他讲说 你这样子涉嫌杀人 医院上面有你的指纹 他竟然跟法官讲什么 我妈妈是艺人 你不能收押我 他妈妈是艺人 对 他先跑 跑到最后呢 新一分局抓不到他 台北市行大带着GP 把他抓回来 抓完之后呢 到了地检署 地检署里面 他告诉我妈妈是艺人 你不能够擠押我 有这么了不起吗 这是什么态度 然后呢 他妈妈接受访问就说 你们会不会是误会了 我小孩很乖 他叫到坏朋友 而且呢 他红龙柱上面 有他的应该是他去港洞 你们不要打警察 他是党的 哇 这个胡说八道 最后判了九年 判了九年之后 他就进去关了 关之后呢 关了两年之后呢 他竟然到外溢间了 关两年就到外溢间 杀警 九年算重吧 竟然到外溢间 然后呢 其实很多警察 那外溢间的标准是什么 很多的警察 早就到处去陈情 到处去留言了 没有人理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所以不是今天发生的 不是去年发生的 他早就这个样子了 他去年就去了外溢间 然后呢 警察就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 你杀警 你又去外溢间 还记不记得台南 那时候发生一个事情 有个外溢间的逃犯 去杀了两个警察 然后你现在又把 杀警察的凶手 又送到了外溢间去 哪一天他再出来 等一下 那你当时不是讲吗 你在乎警察吗 你不是讲说 你要花很多的力气 去保护警察安全 去维护警察的尊严吗 对 你把一个杀警察的人 丢到外溢间 对 现在他们就讲说 那你真的是 这个学长就白死了 那两个学长 那两个警察就是白死了 大家回头去看 哇 这怎么可能发生了 因为第一个 他算是重刑 九年 第二个 他是杀警案 怎么有办法进到外溢间 后来大家才知道说 原来是邱志伟 许志杰 赵天宁 邱颖 把这个门给打开了 什么叫把门打开 在202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外溢间 这个位置真的是很稀有 我跟保洁哥报告 全台湾的受刑人 七万人 谁都想去外溢间 外溢间就是爽爽的 日子就是好好的过 而且这个还有周休二日 还可以回家 还可以周休二日 你知道吗 在外溢间 这个是以前不叫外溢间 以前这个叫武林农场 你在农场关 然后里面还有咖啡厅 然后他没有这个监索里面的柵欄 你知道如果从外溢间 他的越狱是什么越狱吗 走出去就好了 走出去 他没有围栏啊 好 202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民进党 有一个南部 有一个条阿卡 条阿卡那个时候 他是因为贪污治罪 贪污治罪的时候 为了让他去外溢间 所以在81天之内 就打开门了 那个时候就是 累犯也不用 然后重刑犯也没关系 就把这个门给打开了 打开了之后 在两个月后 果然那个条阿卡 就到了外溢间去了 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 就进去 就把这个门给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 他自己去外溢间 没想到连这些杀紧的人 都会去外溢间 那你说 门打开了 对 你说跟他们有没有关系 我来告诉大家 7万个人里面 你是天选之人 你只有1900个名额 你要去外溢间 你要去外溢间 你要去外溢间名额 我来告诉大家 台湾有7万个人 受刑人 对 在外溢间 只有1900个人 好 外溢间只有1900个名额 好 你说什么修法什么的 我们待会再来讨论 重点是 你就算你的那个 累计的储域 分数到了 你1900个人 轮得到你 易宝宏吗 如果你没有关系 对 你后面没有八股 为什么不轮别人 要轮到你这么 简单来讲 易宝宏你三个很疲惊 为什么可以轮到你 这个东西都是由 法务部 缴证署 还有一个委员会 对 所以你一定是审过他的资料 但你就算是通过这些资格 你能不能进得去 那又是一个问号 没错 所以这样讲 你要申请国外的大学 你要到一定的门槛 可是你到了这个门槛之后 你能不能申请的去 那是要看人家呀 对啊 所以你想想 隔马宝杰哥 7万个受刑人里面 累进储域的分数 比易宝宏高的 没有吗 一定有嘛 那你就1900个人 你现在 到底怎么选他的 可是你应该讲 我现在要修法呀 我觉得如果要修法的话 当初把这门打开 只花了81天 81天把这门打开之后呢 他马上累进分数就到了 两个月后呢 就到了明德外衣间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SOP 这个是你81天就可以修法 对 所以去年台南两个警察死掉之后 喊着要修法 有送啦 但修到现在休眠了 没有 对 警察说他们的修法 已经修到什么 叫休眠 修不进去啊 你不是在乎警察吗 以民进党的角度 你不是在乎自然吗 对 以民进党的 他在立法院的绝大多数 你要过什么法案 简单一丢啊 碾压过去 就好了 你看大法官 碾压过去就好了 在立法院里面 只有民进党不想过的 没有民进党过不了的 对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警戒已经炸锅了 如果你真的认 真的重视警察 警戒炸锅了 对 因为他们已经 将近一年的时间 到处去陈警 没有人理这个 真假的 最后在黄国昌的直播上面 大家看到在这个 所以法务部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了 那总统府知道吗 我觉得一定知道 因为到处去陈警 那刑政院也知道吗 一定知道 警戒已经到处去陈警 因为你让一个 杀警案的人 去外溢间 去过爽爽的 监索的生活 很快他就回到社会 你说 而且他可以周朽二日 对 他可以周朽二日 他还可以在台北方来放去 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为什么 我跟刚才讲一个美港 你在监狱里面 里面 你要 重点就是说 你有没有好好观 你好好观的话 你的累进处域的分数 就会变高 你在外溢间 你那么舒服 你当然不会闹事 不会闹事 你也快就达到假释门槛了 所以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就讲了 民进党前中常委 李清副 因为贪污治罪条例被判刑 因为是累犯 为了帮李解套 109年3月3号 民进党的委员 邱志伟 许志杰 赵天龄 邱易盈 等人共同提案 修正放宽 外溢间的限制 不顾在野党反对 运用人数优势 只用了短短81天 在当年5月22号 完成三读 现在面对外界 限制重大犯罪行为人 转外溢间 却拖拉迟延 明显双标 对 没错 那个时候只花了81天 81天之后 在两个月的时间 李清副的储君分数就到了 然后就送到了外溢间 而且这四个 刚刚好都是高雄市立委 没错 所以你要处理 你要把门打开很简单 你现在把门关上 其实只要有心的话 我不相信在立法院关不了门 好 后子 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整个社会炸锅了 你讲说你在乎警察 而且现在台湾的资战这么糟 到处都有枪声 到处都有杀人 连台东 连一个26岁的女孩子 跟人家看了一眼 就走在路上 被美工刀拿出来 就这样捅下去 大家都需要警察的保护 需要警察出来 帮人民来维护 结果 你这样乱搞 现在民进长讲 对不起 那我打我办法 那不是我的问题啊 那法律的问题啊 修法呀 我跟你讲 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就讲说修法 他上次修法 为了开这个门 81天过 81天叫做多快 多快 你知道 立法院 你今天一个案子进去 要排案 要复委 要文书 因为你今天来讲 一进来之后 要先有一个排队的时间 然后立法院要先一读 院会念过之后 再隔了两个礼拜之后 你才能 委会才能够排案 因为他复议嘛 你要隔两个礼拜之后才能够排案 排案之后呢 然后你中间协商又有 这些东西还有印刷还是什么 你中间又有协商又有三个月的 又有三十天的冷冻期 你算一算 他81天可以过案子 几乎是马不停蹄啊 一天都没有浪费 几乎就没有浪费 因为这种东西协商一定没有结论嘛 对不对 协商没有结论之后 我再排案我硬干 对不对 他这个是超光速的修法 一般来讲 案子没有这么快的 然后你马上就有人试用 那我要讲说 你当初可以修 那你今天其实你也可以修 你不用跟我扯那么多 而且我要讲 这个案子根本就不需要修法 不用修法 因为刚刚讲的嘛 只有1900个人可以用嘛 那本身的审核就很难 你要想说 因为外衣件 为什么大家都要去 很爽嘛 第一个 他一个月可以回 像如果你是行期短的 一个月可以回家一次 而且他如果说 你是连续假日 他还可以加长 而且来回车程还扣掉 来回车程 来回车程 他规定你回家 可以40个小时 然后可以加24 然后你来回车程 车程还不寄哦 你就可以回家 第二个呢 你行期可以缩短 你一般在监狱表现良好 一级的 缩短6天 外衣件16天 你一个月缩短16天 你的一个月当 一个半月再用 过得比较自由 行期又短 又可以回家 家人还可以来同住 你配偶可以到外衣件 来同住 一般的监狱是没有房间 这个事情有多爽 那外衣件 它本身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你受刑人 重返社会 我让你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你尤其你关了很久的 你不要说你没办法 重返社会 那我先问你 他9年的刑期 才服了2年 他重返什么社会 他有7年 对啊他有7年 你就算假设 你要过半 你还要4年半 你为什么会给他 给他这个分数 你为什么 而且我跟你讲 实务上面 因为立法委员 他们都接受过很多程庆 实务上面 像这种重刑犯 你即便过半 你要申请都非常非常困难 那今天很简单 你今天法务部 通通推到修法去 好像都不是我的问题 你法务部当初怎么省了吗 好 董事长 刚讲的 这件事情 被提出来了以后 当然整个社会炸锅 确实你刚讲 就是一个外衣间的人 跑了出来 外衣间的人跑了出来 我们才发现 原来我们台湾外衣间 管得这么松散 管得这么松散了以后 杀了两个警察 这样讲 当时他的姐姐还哭着说 要给他一个交代 结果我刚讲的 现在交代也都没交代 不再没有交代 杀紧的人 还居然可以到外衣间 杀紧到外衣间了以后 你发现我们的官员 民进党从上到下 毫无愧色 都跟说 这跟我没有关 修法就好了 第一个问题 全世界只要有杀紧的犯人 在这个监牢里面 监所要关的时候 非常痛苦 因为基本上 在其他的国家 尤其像美国这种国家 用枪的 他经常是因为有用枪 有可能打死警察的 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警察的概念里面 这种人不希望他去被执行 不希望他被管 是希望用在外面 用施行就把你干掉 因为你杀我就杀你 因为你敢杀警察的话 警察就没有尊严了 你知道吗 警察就压不住老百姓 警察是靠那个威望来压他 警察有枪 他有个屁用 黑道也有枪 我跟你对开就可以了 所以他那个警察 那个品牌变得威望非常重要 一旦这个警察的威势 被戳破以后 警察就变成一个豆腐 一个屁用 对不对 好所以警察有特殊待遇 对不对 这第一个东西 好那警察 你这个杀警 可以到外衣间去享受这个待遇 这个是个案 表示这个在1900个案例里面 他能拿到这个机会 特权 表示最后他背后 有一些特殊的力量 那这个力量 在最近这几年当中 是属于谁的力量 然后一定是绿色的力量 民进党的力量 民进党的力量 让他护航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当然面无愧色 当然不疾不虚 当然现在蔡英文怎么讲 还有立法院临时会来讨论 讨论 所以就是拖延 他不怕这个事情 为什么不怕这个事情 你现在讲 蔡英文党部会怕 你现在这个回到政治面来看的话 他根本不担心 你现在光讲这修法 这四个委员 这四个高雄的委员 你认为当时是修法的时候 这个李清福我认识他 李清福当过高雄市党部主委 高雄县党部主委 他之所以在高雄会红起来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是当时的杨秋心的叛将 他是抛弃了杨秋心 跑到另外一边去的 他是叛将 被重用 担任过国营世界董事长 他是个很有背景的人 地方上他很有 他的党员数 他可以当选中常委 你想想看 握有相当大的党员 在党部的力量 这个背景 难怪有四个立法委员 提案帮他开门 这四个立法委员哪里是咖 当然背后有更大咖 就是四个立法委员去修法 因为背后有大咖 有派系的大咖 有新潮流的大佬指挥他们 那四个人很简单 他有个特性 你看出来没有 他们这次选举会不会当选 都会 全不会当选 怕个鬼啊 没在怕你嘛 他不再怕的 你现在在骂我的人是谁啊 没有一个人挑战我 他们理都不理你 叫做不理你 我们小时候学过一句话 外残轻易 内疚神明 他也不残轻易 也不救神明 没有这回事 这叫做权力逻辑 简单粗暴 他在高雄 我告诉你 民进党 你吃败都不贵了 民进党 国民党没有人嘛 国民党现在最热衷 是什么事情 是不是换猴啊 内部吵架 金小刀的刀利不利 刀锈了 还可以有 还有破伤风啊 这个奇怪 一个罪没有出席 而且无法执政 在高雄已经变成窝囊 不能叫窝囊的政党 当发生这种大事情的时候 国民党一点影响 你怎么没有 更可怕不是这个 一个小的艺人 一个普通人 怎么能够有那么大的力量 这个很简单嘛 但不是钱就是权嘛 是 其实看到这个新闻 把他吓死了 一个26岁的女孩子 到了操张 不过人家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以后 这个男的就从尾后面 尾谁 然后就拿着美工刀 去刺他 刺他了以后 幸好 有一个爸爸 两个儿子 等于说 三个父子 家长一个路人 四个人 四个人 把他围起来 围起来把他抓住 他说 如果我们不去救他 这个女孩子 就要被杀死了 光天化日之下 对 真的是光天化日之下 这个女孩子呢 在台中市的一个超商 跟这个男生看了一眼 其实你在超商就是这样子嘛 你一直靠近我 当然看你一眼 看了一眼 他拉着行李箱 准备要回家 正中午要回家 这个男的从超商出来 你知道戴上帽子追追追追 追到路口 看其实这个地方 也没有比较便秘啊 他竟然美工刀拿出来 就狂砍 那台湾到底怎么了 对 狂砍了之后 这个女生第一时间 下到跪在地上 然后看到真的有刀子之后跑 这个人竟然继续去追 你到底是 人家看了一眼你怎么样吗 继续去追 然后一路杀 我警察都杀了 杀个人又怎么样 对 他那女孩子的胸口 手臂挡的时候呢 被他杀了伤很累累 这个时候呢 刚好幸好调查局的一个司机员 那时候他载了开了车 然后他车上了他儿子 看到的时候他觉得很奇怪 他一开始有的是情侣吵架 没有想到 情侣吵架 你会拿美工刀在噗吗 但你说 那个人是调查局的 一个司机员 帮忙来传递一些公文的 然后呢 他在调查局做了二十几年 他说这个不对 警察 一般来讲 吵架怎么会拿美工刀 就下来拿着锅铲 然后呢 他儿子拿着 拿着这个行李箱 刚好路上还有另外一个人 你看他先拿锅铲 把他给打掉 美工刀打掉之后啊 我在想他怎么这么厉害 懂得拿锅铲 而且他懂得第一次 要把他手上美工刀打掉 对 搞了半天 他是长期在调查局服务的 对 如果没有第一时间 把锅铲 用锅铲 把美工刀打掉的话 你知道吗 其实后面的人 拿这个行李箱 还有这个 都有危险 都有危险 为什么 你近身的时候 刀比枪更可怕 如果你在推截过程当中 美工刀很烂 你画一下 如果画到动脉的话 那就完蛋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爸爸真的是有练过 第一时间要拿刀铲 把他打掉之后 后面的这个行李箱 那你要是随便人的 也不敢这样子啊 对 我觉得如果发生 幸好是遇到这一个 如果你因为其他人的话 我觉得大家是有勇气的 可是这个人 他无差别随机杀人 然后美工刀那里噴的话 真的是非常危险 你看哦 他把他打掉之后 后面的行李箱 跟这个电风扇 然后才有办法 使得上力 可是我觉得这个人 最可恶的是 被压制到地上之后 他不是道歉 他也不是干嘛 他在跟大家讲说 不要弄到我脸很烫 因为大马路 中午的时候 地很烫 你杀都杀人了 你跟我讲地很烫 所以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说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台湾真的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这一次的话 我觉得幸好有遇到 这一个厉害的 如果没有遇到他们一家三口 再加上一个电风扇手的话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可能在光天化日 在大白天 就会命上当地了 对 你看这条新闻 你再看到那个 杀警的人可以去外遇间 对 你不觉得太讽刺了吗 对 我们的政府真的有在乎治安吗 我觉得 我们的政府真的有在乎杀人吗 对 一直以来的话 大家会觉得说 每个都说是割爱 可是你从这个杀警 然后这个无差别杀人 你就会觉得说 当你没有重刑的时候 这些人怕什么 他不怕 完全不怕 你想想看 刚刚讲的易保红 他还有七年要关 就可以进到外遇间 然后累计累计累计 分数越来越高 然后这个行情 反正有原权律师帮你搞 有这个国家力量来保护你 反正你假如有办法 有权利的话 你就算杀人 就算杀警察 现在来讲还可以爽爽坐牢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现在 台湾现况的可悲